白杨殿打枪 我这心里还真他妈没底了 老山头和古文英 是把李双四给扳倒了呢 还是李双四把这俩鸟儿给糟了 加上张家庆搅局 他妈还真犯难了 扶贯 过来快打药 闷儿 闷儿 闷儿是什么 闷儿就是打呀 这么大的水面 连个鬼眼都看不见 有他妈没船 你说叫我怎么打 报告 带个人来 你是什么人 我是二代主的心腹 这是地图 二代主让您从东边抄过去 呵呵 你怎么让我相信你呢 啊 这是冯主人 新笔写给古寨主的信 你要是再不信 我亲手给你杀几个装务人家看看怎么样 带去 走 走 站住 看上去 小姐快走 朱大哥 兄弟佩服你的武功 谭帮兄弟 你财军安住老中了 快走 谁在我的枪上坐着手脚 混蛋 要不是嘉庆 我早就死了 双四 其实你心里很明白 我看该是接锅的时候了 顾文英老山头 果真投靠了彭桂堂 那好 那就分道扬镳 各奔前程 我看啊 你应该去问问张家庆 是他救的你啊 我没脸见人家 一百条枪没枪刷 还没有子弹 人家又救了我一条命 张家庆拜见大舵主和夫人 快进来 大舵主 不能再拖了 顾文英在白羊殿的亲信有八十多人 白羊殿会一泊未平 再起波澜的 我平时对他们也不保啊 可你经常单打独斗 而打家劫是获取的财物 被顾文英所得 他是拿出一小部分分给下面 他们就心满意足了 可您却仗义输才 不过 尽管如此 终成您的兄弟 还是大多数 嘉庆 我李双四这些天对不起你了 我和古文英还有白羊殿的内情 你都已经了如指掌了 李双四多主 就是我张家庆和老山头不上水寨 以后你们也不会再有太平的日子了 从现在起 古文英时刻都会把你置于死地 何以见得 老山头被古文英的人带走 这就是放虎归山啊 刚才喝酒的时候 古文英满眼的杀气 大多数是自然能看出来的 可您得留意 一直听埋伏了不少 随时可能开枪的人 他古文英不敢把我李双四怎么样 你不要再说了 你的枪都让人家做了手脚 这还不能说明你遭到暗算吗 爹 那女人死了 古文英得偿命 是那女人偷听了古文英和老山头的谈话 师父 师父 冯华堂的船正在偷袭东寨 离寨子之友 无理 无理 古文英和老山头 他们想领外合 把守东寨的大方可是古文英的人 爹 先杀了古文英吧 芝儿 他毕竟是你的师叔啊 你认他这个贤弟 他可不认你这个人凶 张家庆 你要管这闲事就得听我调遣 爹 咱三人六支枪足能平定水寨 芝儿 别胡闹 双四 芝儿 咱们听张家庆的 大老主 您不能出去 我的水寨我的家 我为什么不能出去 我李双四要是无能之辈 你能借我的名称吗 爹 我给你保驾 芝儿 你在这陪着你娘 你要胆敢离开这屋一步 我就动用家法 张家庆 你就大胆的做主吧 那好 我就走一趟一直听 芝儿 你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家庆 这上面都是李双四的人 拿着这个 他们就会替你的调遣 是 您还留着这手呢 感谢师母 对我的信任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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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这个老家伙 杀死咱好几个弟兄 把他将到河里备忘办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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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帐 还真他妈没打过 这心里还有点范迪 我还真怕这二百多人为了鱼啊 这李双四和古文英 就值得他妈招安 这古文英 就真是他妈的诸葛亮 怎么扯的 来 团长 妙婚门好像有什么响动 你去看看不就得了 这大白天才闹鬼了 这 是 别收拾 干嘛听话还弄死你 团长 这有一口棺材 里面有东西 像是水匪存放的黄白之物和气软 来 冯家三赵爷 唐光兄弟 给他留口线 他是咱舅八爷的人质 装进棺材 抬上船 走西门 好 李双四 这次不是你沈我 而是你必须要听我的 你听听 冯桂堂的部队已经来了 你只要跟我到城里走一趟 我也就算交差了 而且 我 我这都是为你好啊 帅头 我就不相信冯桂堂的部队 能攻下我的水斋 大哥 我已经把水上的路线图送给了冯桂堂 各处要塞我也都控制住了 咱这白羊殿过去就算是固若惊汤 可以禁不住里应外合呀 我算瞎了眼了 大哥 我这也是为了你的虔诚着想 哼 拿下 别动 大龙背景 小龙开行司 他这什么意思这是 他这是在喊人呢 你上次的人都跑到哪去了 啊 哈哈哈哈 不错 这咱子是我们仆人的 啊 你怎么知道你是从哪都来的 是啊 我应该不是个好鸟 那你呢 兄弟们 官兵上来了 大寨主要不在 这小子要张家庆 咱们把他宰了 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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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咱们得偷死了 我去干怎么办 老虎爷爷 老虎爷爷 哎呀 哎呀 这小子 压根就是古文英啊 派了卧底的 大当家的 早就叫我盯着他了 啊 弟兄们 我说你们 这不相信张先生 还不相信我猪老虎啊 啊 老虎爷爷 张先生 我们都听你们的 听您的 哎哎哎哎哎 起来起来起来 咱们不听这个啊 爷爷 我想放弃东寨 把铁吉利 锁标 都埋在水里 然后 把所有的炸药都挂上弦 叫他们进来一百 也死伤八十 好啊 把所有的铁冲 火炮 都搬到高出去 他们的船来了 就把他们炸毁 我观察过了 这里的水 一个时辰后 就会长到无耻 让他们飘着去吧 张家庆 大当家的 没白夸你 啊 哎 大当家的呢 怕是被古文硬 和老山都给扣住了 我 哎 还是没危险 我倒是 担心师娘和知儿 走 啊 郭英 你拿他们俩俩要求是不是 我没这意思 大哥既然不愿意随兄弟我走 那我只好委屈扫夫人和大侄女 双死师弟啊 这冯幻堂的兵马 说到就到了 你可别放着活鱼摔死脉 要不是你想通过共产党 时刻我也不能这样待你啊 哎 张家庆呢 张家庆呢 他是共产党 他怎么不来救你啊 你啊 张家庆上哪去了 别说了 顾文英 我也不愿意玉石俱焚 李双四的脾气你也不是不知道 你摆下这阵势 无疑是想让李双四就范 让我们母女命悬一丝 可这一是有备情理 二是弄巧成拙 李双四 就是任你宰割的羔羊吗 你先让拿枪的人都撤下去 小夫人 我一想敬佩你 使你为志多兴 从现在开始你不要说一句话 你别逼我 否则不就手下无情 二道主 一半官兵费现金东债 踩到炸药和铁锦利 乱了 那童筋梅呢 被猪老虎扎死了 那谁在指挥东债呢 张家庆 娘 这白费书生还真有两下子 谁让你听他的头发 才被他们抓住的 我是李双四的女儿 不能不救我父亲 好 闺女 那你就打着瞧吧 那你就打着瞧吧 一半的官兵都困在东寨 不出半个时辰 就会淹死他们 还有从西面来的官兵呢 老子逮着你 都想留人 兄弟 我 你喊不喊 哎 弟兄们 退回去 弟兄们 什么事 退回去 弟兄们 你上司 咱把话挑明 这水寨有你的人 也有我的人 你的人全在这儿 押个几个来 顾文英 你走在我前头了 你才明白 押下去 带头 走 走 弟兄们 这几年 你当大斗主 你独来独往 你太独了吧 你对得住兄弟们吗 你整天倒是有如花似玉的压寨夫人陪着 有聪明美貌的千金大小姐 你还有大烟囚可兄弟们呢 不许嫖不许赌 不许随意上岸 在你眼里 什么他妈的都是不义之财 这些兄弟们 就像你们家养了一群 能吃饱饭看家户院的身口 你对我 人生一世 草木一秋 这些兄弟们哪个不想过吃喝玩乐的好日子 谁不想有个锦绣的前程 啊 我呀 你的锦绣前程来了 你是谁 朱老忠 朱大哥 双刺有礼了 李大舵说 这节骨眼上 老忠就不还你了 那是谁 抄角白羊链的总兵冯焕唐 三少爷 国家 双刺 这一条枪 能抵得住这十几条枪吗 谁想死 就开枪 谁想死 就开枪 你呢 让我坐下 老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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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甘愿说法 大哥 冀中平原 胡托河两岸 没有人不知道你朱老中的大名字 你是平原上的虎 我是白杨殿上的龙 弄不好 咱们俩就会是一场龙虎斗 说吧 怎么个斗法 应该是龙腾虎乐吧 我李庄四是靠的双枪 打下了这六百里的白杨殿 大哥 听说 你是靠祖上传下来的一把大闸刀去夹 他跌过多少血 吃过多少肉啊 俺这把闸刀 是祖辈传下来炸草用的 你见过十八岁人气里有这种吗 没有 哈哈哈哈没办法逼的 我瞒你说 俺这口炸刀 现在还吃着素 小霸子 不知你对接败的仁兄谷文映 还有试出一门的刘大山 还有那个冯焕堂 打算如何处置 来到白杨殿的都是客 是客不问他的事 来大哥喝酒 你这酒 没酒 关东烧菇 来一口 大哥 听说你在关东拉过杆子 斩活多少 俺这个人命大 其余的弟兄全都死了 这个酒壶 是当年俺的大舵主临死的时候 亲手送给俺的 他对俺说 让俺去找一门能替穷人说话的门牌 俺今天找到了 共产党 大哥 说下去 俺朱老忠这辈子敬佩过谁 俺爹 莽撞 可是他为了穷人 死在了冯家的手里 俺更精准的是 假乡农假先生 他浑身上下都是冰 他走遍了咱冀中平原 为的是让咱穷人 能翻过身来 睡上热炕 能吃上隔夜的凉 能让男人挺起腰杆 站着撒尿 大叔 天不早了 你如今是共产党 是什么头衔 铁杆的小卒子 李舵主 你拼死拼活为了啥 白羊店的这些庄家汉 不照样吃不饱肚子 假先生说过 单打独斗高来高去 救不了穷苦的老百姓 用假先生的话说 叫 叫 自由主义 好 那三个背叛我的人 就交给你处置 白羊店 也是有门规的 共产党 也是有原则的 朱大伯 您可别靠着大叔说风凉话 别把人家共产党当靠山 老忠叔不是那样的人 弟兄们 朱老忠是义士 是上宾 大家不许慢点 来大哥 我敬你呗 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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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心 可真黑真硬啊 我又怎么了 古文英杰斥我娘 连我爹都不敢开枪 就你敢开枪 这我倒错了 我娘啊 她一点也不害怕 她对你好 骗着你 都生气了 那天 你跟我打迁行证去 什么迁行证啊 问早了 都在心里 是块病 要是没有朱老忠 几时出现 后果不堪设想 我那是在试探她 其实啊 我挺喜欢她的直率和义气 就看她明天 怎么处置那三个叛逆 和一些古文英的走狗了 别是个操茫之父就好啊 太不像话了 朱老忠有点反兵夺主啊 美女的事 别跟着瞎颤啊 朱儿 晚上跟娘睡 娘跟你说说话 这人能耐不知道怎么样 倒是挺霸道 说话太占地方 借人家共产党横啊 能卖一张嘴的假把事 张家庆对她这么客气 别说了 明天我就让她当一天债主 让俺做一天的债主 家庆 你说双四 会不会瞧不起俺这颗高粱花子 那倒不会 说真话 贾老师那么器重你 他可能有些纳闷 叫你当你就当 让他亲手杀了自己的蒙凶 而且是曾经救过他面的古文英 难哪 这一娇一霸 算是碰到一块 家庆了 按昨天的话 是不是有些重呢 不重 像李双四这样的人 最不爱听的就是奉承话 敲下大鼓得重出来 李双四被他们的人宠坏了 这得改 得让他真正认识共产党 你朱老中与贾乡农 可是生死之交 大叔 说真话 如果不是你及时赶到 就会有场血染白羊垫的悲剧 李双四这个人再自傲 他也从魅心里佩服你 说江湖 有李双四 说冀中平原 那是咱朱老中 行啊 家庆 几天没见学会说奉承话了 你甭按嘴上磨蜜 这位李大舵主 别把俺看成黑炫风李逵 俺更不是那浑石魔王程咬金 在处置大事小事闲事傻的 你逗 大叔心里有数 有请 主大舵主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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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还想了大舵主啊 哈哈哈 哎 老口大叔 啊 双四让位退闲 这唱的是哪出 送你一天 水寨的寨主 那是天大的份了 你 你跟俺们班儿啊 有缘分不是吗 谁让你那么大名气了 这都是嘉庆背后给吹的 走 登记商店 走 江山寨主打 百年传子孙 江山寨主打 祝福老百姓 这句霸王上殿 就改一天 好 请 是好人 有本事 可就像个老赵家汉 你爹是个细心人 他让朱老忠当一天大多主 这可是咱水债款待嘉宾的最高规格了 朱老忠是什么人 共产党 共产党光靠不怕死不行 有有无谋也不能成善 都得像 共产党里藏龙落虎啊 叫你打枪的张教头是个英才 可他也很敬佩朱老忠啊 那咱就看看今天这场戏 这个老农民怎么唱 二舵主 这已经送饭来了 我都不吃 你把零生司空叫来 我救过他的命 我们是结败兄弟 二舵主 您这话不能跟我说 今天是大舵主搞霸王上殿 让一天舵主给周老忠 兄弟 拿着 把我跟老山头 关在一起 好 二舵主 我尽心尽力 去吧 我尽心尽力 挣上几匹馒头和窝头 多备些咸菜 把从东寨抓的那些老家贼 除了受伤的 还有四十多个能走到的 全都带上来 大舵主 大舵主 俺朱老忠 有个事想求你 尽管说 我尽管看 不 你 我尽管 吉人自有天相 不把三少爺救出去 左右是个死 别态 士兵兄弟们 你们奉命攻打李双四 可大舵主李双四 却释放你们 不要再给冯桂堂卖命了 和老百姓危敌 最终是死路一条 没家没夜 想留下的欢迎 想回家种地的 拿着钱走 不多 算是路费 想继续当兵的 大舵主 也不反对 多谢李大舵主 多谢李大舵主 安传李大舵主的口谕 以后谁要是遭得坑害老百姓 大舵主手中那队打落满天星的神枪 他就不客气了 把你们的名字都留下来 按手印 你啊 这老农民还算讲义气 给爹脸上贴金 可是 我想看他怎么处置老山头和古文英 朱老忠 我看娘的就是死了 你要拉上你坐垫背 你小子有种 给我把刀 咱们两个出去 做生死教练 你别以为上次在索锦键的交手 我就拿出护震驾驶东西 我告诉你 真正的绝活你还没见过 共产党的绝活 你见过吗 共产党有啥绝活 信你 俺今天要是输了 俺上黄泉路 你要是输了 俺让你活着 可你得听俺的话 不然 我就卸下你的一条大腿 朱虎子 来吧 大哥 你要小心点 他可有绝活 他是你的师兄 俺的绝活 就是让他活着 家庆 我怕朱老忠 不是他对手 快走 好 老山都豁出去了 我倒替老农民担心了 这个中文中 和你爸是一个脾气 都是太要强的人了 认准了一条道了 就是不回头 这儿 别给共产党丢领了 这有张家庆和你爸 娘 你总觉得我不如他 兄弟 兄弟 我胸口穿不过气来 你给我看看是什么东西压着我 兄弟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啊 你快三十了吧 还没尝过女人的滋味吧 咱俩一起走 这可是生死之交 我兄弟在身 就不便洁败了 不不 二大主 我听您的反复 好 快去 是 弄条船 你的绝招是啥 穿心刀 你的绝招呢 他的绝招是不杀你 听着 要是不听俺的话 就献你一条大腿 你说 把那一百条枪的枪栓都交上来 我不知道 你真的不知道 真的 下面 就是你的大腿了 朱大哥 他恐怕真的不知道 他知道 他知道 大董家呢 要不是看待他与你师叔同谱 这白杨殿 怕就是他的妄想台了 师父 怎么回事 张家庭听了他的古鹰的谈话 知道枪栓都藏在船下了 五千发子弹呢 我不知道 你杀了我吧 我真的不知道 我要是知道 我娘就是婊子养的 刘大神 你别再丢人现眼了 我送你走 我送你走 嘉兴啊 这太阳一落山 俺那一天土鹏的 算是当到头了 哈哈 李双四这人 最大的弱点 就是讲不该讲的义气 我想 就算是老山头 是酒囊饭袋 可这古文英 古文英 必须杀了他 这个人 心黑首毒 还有那个冯幻塘冯家三少爷 都不能留着 大叔 可被宣兵夺主了 当白杨殿家的 毕竟是李双四 嘉兴啊 当初俺和贾先生 都没想到 你干的这么不容易 行 有勇有谋 这个世上 再也没有小四弟 八弟了 还有李双四呢 双四师弟 我谢谢你救了我的命 把我从猪老中的手里抠出来 双四师弟 我谢谢你 谢谢我 谢谢你了 谢谢我 可跑断义 从此我们就是陌路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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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兄弟 大舵主不想伤害你们 我张家庆 决不勉强各位 跟随大舵主 所光明大道 但我张家庆知道 大舵主对待你们 如同手足兄弟 从来不贪财好色 行的端 走的正 他对你们多年的情意 就被古文英的一点钱财 给淹没了 这是江湖意气中人所为吗 进展 进展 弟兄们 你们可不要被共产党的言语所蛊惑 我古文英亏得过你们吗 你古文英做的事 我张家庆还知道几分 这是一本账目 是被他侵吞和私自出炼打家结社的财物 仅打劫龙王庙关道一案 光黄金就得五十余金 他冒充礼双四 但大舵主还蒙在鼓里 这些钱财不是不义之财呀 是咱河北各界爱国人士的社会募捐 是为着被日本鬼子吞战的东三省的抗日义士捐的呀 古文英把你们带到邪道上去 可贿赂你们的黄金又是多少呢 每个人只有半两 弟兄们 这是共产党想杀了我鞭道的 大哥 如果你现在还是一条路灵汉子 咱们各走东西 跟我走的弟兄们 咱们走 我不会亏待你们的 你先别走 我李双四还没有进贡派的门 咱们还都是路灵人 那就按江湖上的规矩了断了吧 李双四 我可救过你的命啊 大家听着 只要留下 咱们还是好兄弟 把你们的手 都伸出来 都是这种庄稼的娃呀 咱们都是说话算术的男子汉 干事 不藏着掖着 跟着你们李大舵主干 干的是光明正大的事 跟他谷文英 干的是下三烂的玩意儿 想走的 拿着金条可以走 想留下的 就像咱们这黄土盘的大热炕 这都是你们李大舵主的主意啊 咱俩走吧 顾文英 咱俩走吧 顾文英 这箱烧到三寸的时候 我会开枪的 至于能不能打着你 那就看天意了 现在船来了 你上船吧 我 托宝处 跟着共产党 你虔诚似己 兄弟我 从此隐归田园 不再射出红尘半步 你发誓 我发誓 我再出山的话 叫大哥乱筷打死 现在是逆风 你快划吧 划 我再哑 我再哑 啊 怎么才不尽 你快划吧 我再犯了 我再教你的 我又再犯了 她现在是逆风 她也会是早上的人 我再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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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再犯了 我再犯了 她这犯了 你руз出的意犯了 肯定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只是慷慨洒个血 只为百姓磨刀凉 天苍苍地茫茫 人被装酒过伤 天苍苍地茫茫 留下一袋红极图 唱歌好傲慢 痛苦万房 天苍苍地茫茫 人被装酒过伤 天苍苍地茫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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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尽图 唱歌浩漫 徒步万伞